大家好,我是周周,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自助旅行! 今天要介绍的是兽这个字,想到兽呢,我的第一直觉想到的就是野兽。 野兽的英文你知道怎么说吗?野兽叫做Beast。 今年的迪士尼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美女与野兽,英文就叫做Beauty and the Beast。 Beauty就是美女,Beast就是野兽。 我们先来看一个跟Beast有关系的词语。 Beast of burden,Beast就是野兽,Burden是重担。 Beast of burden,常常有重担在身上的野兽呢,就是驼兽,像是马、驴跟罗等等。 A beast of burden refers to not only an animal like a donkey, but also a boy who is willing to do everything for a pretty girl. A beast of burden是驼兽,Refers to指的 not only,不只是 an animal,一个动物。 什么样的动物呢?Like a donkey,驴子。 一个驼兽还可以指什么呢?But also还可以指 a boy,一个男孩, who is willing to,愿意,do everything,做任何事,for a pretty girl,为了一位漂亮的女孩。 A beast of burden refers to not only an animal like a donkey, but also a boy who is willing to do everything for a pretty girl. 现在驼兽这个词呢,不只是来指像驴子一样的动物, 也用来指愿意为了漂亮女孩做任何事情的男生。 驼兽是什么意思呢?A beast of burden,就像图上看到这个驴子一样, 是指呢,被巡化之后帮忙人类背负重物的动物。 但是beast of burden现在也用来形容那些呢, 为了跟异性交往,甘愿为对方做牛做马的人。 所以呢,因为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常常需要帮对方搬东西当苦力, 所以就被认为跟马或者是驴子这样的动物有相似的地方。 Rolling Stone滚石乐团有一首歌叫做Beast of burden, 被列为史上最伟大的五百首歌之一。 第一句就唱到,I'll never be your beast of burden, 我一点都不想成为你的驼兽。 当然啦,在感情里面,本来我们找的就不是Beast of burden, 而是一位能够相知相惜的伴侣。 我们再来看一个另外一个跟Beast有关系的用法。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The nature,天性,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字面上的是野兽的本质, 其实就是指某一个事物的基本特质。 We hate setbacks in our life, but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We,我们hate,很讨厌, setbacks,挫折, in our life,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but,但是,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人生本来就是如此。 We hate setbacks in our life, but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我们讨厌生活中的挫折, 但是挫折是生活中的必要之恶。 日本Tokyo Gas东京瓦斯公司拍摄的广告被停播, 理由居然是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太真实了。 在里面他讲到了一个求职的过程, 在讲一个年轻的社会新鲜人在求职的时候, 一直遇到很多的挫折被公司拒绝, 而他妈妈对他的关怀也变成他的压力, 在不断的努力之后, 感觉就好像要成功了, 没想到最后却有功败垂成, 广告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因为在人生的路上, 大家都有类似的遭遇, 经历过一些低潮, 也知道这些伤害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We hate setbacks in our life, but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我们讨厌生活中的挫折, 但是挫折是生活中的必要之恶。 除了beast,野兽之外呢, 广义的兽其实指四只脚的动物, 而动物的英文叫做animal, animal instinct animal 是动物, instinct 是本能, animal instinct 就是动物本能。 many people impute infidelity to the drive of the animal instinct. many people, 有很多人, impute 是归咬, infidelity 是不忠贞, to the drive, 对于什么, 欲望, of the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的欲望, many people impute infidelity to the drive of the animal instinct, 很多人把不忠贞归咎于动物本能的欲望。 工作人物的私生活常常被拿出来检验, 他们的外遇跟劈腿也变成了大家的八卦话题, 在很多工作人物被抓到, 事迹敗露的时候, 为了挽回形象都会说, 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 无法克制。 成龙大哥也说过知名的一句话, 他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我们看到图上这个句子说到, many people impute infidelity to the drive of the animal instinct, 很多人把感情还有婚姻里面的不忠贞, 归咎于动物本能的欲望。 瘦还可以联想到怪兽, 年兽就是一种怪兽, 怪兽的英文叫做monster, 接下来介绍一个有趣的英文片语, green eyed monster, green eyed是绿色眼睛的, monster是怪兽, green eyed monster, 绿色眼睛的怪兽指的是嫉妒心。 Sally felt her green eyed monster when she saw a friend with her ex, Sally felt, Sally感觉到了her green eyed monster, 她的绿眼怪兽就是她的嫉妒心, when she saw, 她看到a friend的一个朋友, with her ex, 跟她的前男友在一起, 这边的ex就是指ex boyfriend, 或者是ex girlfriend, 前男友或前女友就是前任的意思, Sally felt her green eyed monster, when she saw a friend with her ex, Sally看到她朋友跟前男友走在一起, 就开始嫉妒了起来。 嫉妒是爱情里面常常有的一种情绪, 在日剧、韩剧还有小说里面, 都可以常常看到用嫉妒当作一种表现的方式, 其实不只是爱情, 在工作上或者是其他地方, 嫉妒也常常会出现, 其实有时候, 事实的这种羡慕别人可以激励自己做得更好, 但是羡慕过了头变成了嫉妒, 又要小心, 可能会出现, 绿眼怪兽, Green eyed monster, 英文里面, 用绿眼怪兽来形容嫉妒心, 是因为绿色常常跟生病连接在一起, 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皮肤会呈现有点蜡黄和青绿色, 所以把嫉妒心跟生命的颜色结合在一起, 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在她的剧本里面也曾经用Green eyed monster来形容嫉妒心和病态的情绪, 我们看到涂上黑头发的Sally, 她看到她的好朋友这个女生居然跟她的前男友走在一起, 觉得非常嫉妒, Sally felt her green eyed monster when she saw a friend with her ex. 今天我们介绍了一系列跟兽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来回顾一下吧! Beast of Burton是指驼兽, 后来衍生也可以指是为了异性而愿意做牛做马的人, 图上看到这个男生就是一位Beast of Burton,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原本的意思是野兽本质, 后来衍生指的是某一个事物基本的特质, 我们看到图上的女生求职路非常的挫败, 但是也许这就是The nature of the beast, Animal instinct是动物本能, 很多人会把Infidelity不忠贞归咎于是动物本能的关系, Animal instinct, Green eyed monster, 一个绿眼怪兽就是一个人的嫉妒心, 涂上黑头发的Sally看到了前男友跟他的女性好友走在一起, 心中突然感觉到了有一个Green eyed monster,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认识了一系列跟兽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在生活我们下次见啰,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